书中最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的扩展 我们在前面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 那么说我们很好奇 大型开放经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与小型开放经济相一致呢 书中最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研究大型开放经济的一个相关模型 首先想要研究大型开放经济 必须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是在大型开放经济中 它的利率将不再由世界利率固定了吧 因为它既然称之为大型 这个大它强调是大到是能够影响世界 更具体影响世界 更具体的是它能够在这个叫世界金融市场上 影响利率 世界金融市场影响利率 从而它就要求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经济的研究中 必须考虑利率和资本净流出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利率将不再由世界利率固定 而是由这个国家它自身的利率水平所决定的 根据我们前面所研究的资本净流出之间的一个影响因素 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国家它足够大 它的利率水平能够在世界利率上取得一个几足轻重的位置 变相的就是说它的利率水平不是由世界利率水平固定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说它的国内利率更高 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资本流到其他国家 它可能需要花费的支付的机会成本就会更高 从而资本就越不愿意流到其他国家 越愿意就待在这里 从而带来什么 带来CF等于CFR负号 它们是一个反向变动关系 这个是我们研究大型开放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那么将蒙德亚弗莱密模型扩展到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们可以进而考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来看 我们的模型是基于蒙德亚弗莱密模型来研究的 那么相应的我们就有S星线 同样的S星线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 但是这里面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的利率将不再是固定在RW水平 而是由这个国家本国的利率水平来决定 另外我们货币市场 LM星线描述了货币市场的均衡 这里是货币市场均衡 这里R也不再固定在RW位置 而是由R来决定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资本禁流出等于进出口 这样一个条件 它表示资本禁流出等于进出口 用NX等于CF来表示 那么在大型开放经济中 与小型开放经济不同的在于前者中利率是变量 后者中利率是常数 小型开放经济中我们利率是一个外生常数 它等于世界利率水平 不由整个小型开放经济自身的经济运行所决定 而在大型开放经济中呢 它就是一个变量了吧 这个利率多少大小 它是由整个大型开放经济自身运行所决定的 一个内在变量 因此一国的进出口NX等于资本禁流出 而资本禁流出又取决于国内的利率水平 这个呢就衡量了我们资本禁流出和这个进出口 它大小的一个逻辑 国内整个经济 国内大型开放经济国内的一个运行 它决定了整个国内的利率水平 那么这个国内的利率水平呢 就决定了资本禁流出 而资本禁流出呢 又等相应的要决定我们均衡时候的一个进出口水平 大家注意这里面是表达的是什么 这里表达的是一个均衡的条件 注意这里是表达均衡条件啊 这个RS星和LM星 根据我们前面经济运行的一个图形 我们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国内的一个需求情况 而剩下的呢 国内需求不满足的情况呢 就由NX和CF来表示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呢 这个模型它涉及了三个市场 产品市场 RS星表示 货币市场 LM星表示 以及外汇市场 用我们的NX等于CF来表示 那么讲到这呢 有的同学就觉得很疑惑了 产品市场我能理解 我们学了这么久 RS它表示产品市场 货币市场我也能理解 那么外汇市场为什么用我们的NX等于CF来表示呢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仍然要回到前面经济的这个循环机制当中来 我们知道外汇市场它是什么 它是对于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一个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 它能够协调那些希望用国内通货去交换外国通货的人 那么我们好奇的是 这样一个外汇市场中 本币和外币 他们分别来参加外汇市场 参加外汇市场中 这个外汇交易的本币和外币来自于哪里 回到我们这样一个结构图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循环中 我们出现两个漏出的情况 资本禁流出和进出口 一个注入的情况 出口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经济存在了资本禁流出的时候 这个资本禁流出 它想要从国内去转到国外进行投资 它必然要在外汇市场上 将本国货币转化为外国货币 从而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带来了外汇市场上 本币的供给和外币的需求 它形成了对于本币的供给 或者说形成了对于外币的需求 那么看进口呢 进口也是人们的消费中有一部分收入 要去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它也需要在外汇市场上 形成对于外国货币的一个兑换 才能用外币去买其他商品 所以说它也会导致什么 它也会导致本币的供给 和外币的需求 最后一个呢 出口呢 出口是什么 出口是外国人 外国对于本国商品的需求 那么它就表现为什么 表现外国人想拿外国的货币 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本国货币 再用这个本国货币去买本国商品 回去使用 那么它在外汇市场上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外币的供给 和本币的需求 那么我们在处理上 我们一般会将 进口M和出口X 综合起来 把它描述为什么 NX它就是什么 对外币的净供给 和本币的净需求吧 那么它与我们资本建筑出所形成的一个 本币的供给和外币的需求 就是什么 就构成了我们外汇市场上 外国货币和本国货币的供求 也就是说一般的 资本禁流出代表 为购买外国资产而供给的本国货币量 而进出口就代表了 为了购买本国资产与劳务的进出口 而需要的本国货币量 也就是说资本禁流出 它可以变相地表示为 本国货币的供给 而进出口呢 它可以表示为本国货币的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本币供给和本币的需求 这两个角度去入手 去看 如果说CF它大于NX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资本禁流出高于进出口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对于本币的供给 要高于什么 要高于这个本币的需求 从而意味着本币的价值下降 那么如果CF小于NX呢 就意味着本币的供给 小于本币的需求 这意味着本币的需求 本币的价值上升 注意的是 本币的需求背后 是来自于外币 本币的供给 如果说小于本币需求 就意味着 本币的供给 就小于在这个市场中 想要用外币去换本币的人 本币的数量 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本币相对于外币 是升值的情况 中间是有着这样一个关系 从而分析到这 大家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说我CF等于NX 它能够代表外汇市场的均衡 因为只有当我们CF等于NX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我们外汇市场上 就有着什么 有着本币的进需求 等于本币的供给 说复杂一点 就是外汇市场上 想要用本 外汇市场上的外币 想要兑换的本币数量 刚好等于这个市场中 想要兑换外币的本币数量 他们两者 刚好 你换我 我换你 刚好相等 全部抵消掉 从而得到一个均衡的状况 那么我们进行看 一般来说 资本进流出代表了 一个供给 而资本进出口的代表需求 那么外汇市场的需求曲线 是由进出口来表述 有多少进出口 就会有多少 对于这个 这个本币的需求 对吧 那么他向右下方倾斜 较高的实际汇率 使本国产品更加昂贵 那么减少了 为购买这些产品 所需要的本国货币量 而外汇市场呢 供给曲线呢 由资本进流出决定 它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以实际汇率 为纵着的平面上 它是垂直的 因为由于资本进流出 而供给的本国货币量呢 并不取决于真实汇率 也就是说并不取决于实际汇率 那么外国市场上的 供给互相等的汇率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 本国货币供给和本国货币需求 相等的这样一个汇率呢 就是我们外汇市场均衡的 一个实际汇率水平 那么他用图像表示 就是两条线相交时 外汇市场供给量等于需求量 外汇市场达到均衡 由此可决定均衡的实际汇率 那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会始终有什么 CFR 均衡的时候始终有 CFR等于NX 一个E 因为假设我们这个时候 价格水平是短信内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 其实可以互换 是可以互换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将它表示为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原来的 我们S型曲线里面的NX NXE 用这里的CFR来表示吧 也就是说代入CFR 代入CFR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样一个 S型曲线重新表达为 取决于R和Y 两个位置处的方程组吧 或者说将我们这里的 大型开放精致的 S型和LM型 把它取决为 S曲线和LM曲线 把它转变为 单纯由Y和R决定的方程组 那么我可以发现 两个方程 两个位置处 位置处分别是Y和R 那么我们必然就可以求到 大型开放精致机 均衡时候的R和Y 而R的大小 R星呢 均衡的R星 那就决定了CF型 CF型 我们根据它均衡的原则 变成外汇市场均衡 外汇市场均衡就要求 会有一个什么 NX型 NX型就决定了 我们均衡的一个利率水平 E 那么我们将它这种情况呢 用图形来表示 我们将这样一个方程组 用图形来表示 可以表示为 我们在国内产品市场上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决定了我们国内的均衡利率 为R1 这个时候均衡的产出水平为Y1 那么均衡的R1水平 它必然意味着我们整个经济 会有着CFR的一个什么 资本净流出吧 也就是R1水平下 我们有CF1 CF1的资本净流出 那么根据我们大型开放经济 均衡的条件 我们这里面R1的R1 R1下我们整个经济已经取得 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 那么我们只要保证 最后我们外汇市场的均衡 我们就能够保证什么 保证整个经济均衡 而外汇市场就必然要求 我这个时候 我的进出口 要等于我的资本进入出 也就是说NX1 要等于什么CF1 从而意味着 我们有一个稳定的E1水平 从而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三个图 就能够确定我们整个大型开放经济中 均衡的产出水平 收入水平产出水平 利率水平 以及我们的民意汇率水平 大家要始终明确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 所谓的外汇市场均衡 它背后始终体现了什么 始终体现了 我开放经济条件下 我的漏出 我对于本国商品和劳务的 一个支出的漏出 始终能够什么 能够通过NX来填补 进出口是相当于漏出 出口简单进口的NX 就相当于一个填补 我漏出的这部分需求 能够始终由出口来进行填补 而它背后体现的是什么 背后可以用产品市场 均衡来量化其大小数量 因为任何一个资本经济处 都有和出口都有等价的 对于本国商品 对于本国货币的供给和需求 从而两者相的 外汇市场均衡 就意味着什么 我的漏出就必然有对等的 需求来弥补 它背后永远体现了 这样一个思想 大家这个要记住 好 那在我们去确定了 我们经济中 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经济 它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图形 或者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 均衡的一个图形 来去分析 我们大型开放经济中 经济政策它的影响 首先来看 如果说一个国家 它政府购买 增加政府购买或者减税 那么它会使得什么 使得我们RS曲线右移吧 它就会导致收入水平上升 和利率水平上升吧 这种影响呢 类似于封闭的情况 那么这种利率水平上升 它就会减少了资本禁流出 资本禁流出的减少 必然要求对等的 均衡时候的一个什么 我的一个进出口减少 而进出口减少 就会要求我通过 民意汇率增加来实现 也就是说 我更高的利率 减少了资本禁流出 资本禁流出的降低呢 减少了外汇市场上的 本币供给 汇率升值 而国内产品 相对于外国产品更加昂贵 净出口下降 中间呢 是这样一个极致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大型开放经营中呢 我们财政政策扩张 所导致的收入增加的量 其实是要小于 封闭经济的情况之下的 因为大型开放经营中 我们发现 我们政府支出的增加 它导致我们这样一个利率的上升 与这与小型开放经营一样 利率增加呢 会产生一种基础效应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比较熟悉的 一个 几出效应 同时 利率的上升 会导致资本禁流出减少 那么资本禁流出减少 必然会通过外汇市场的 一个货币升值情况 导致净出口的下降 那么这个净出口的下降 就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 相比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 一个几出效应 我们还有一个进一步的 产出的下降 从而导致更多的 对于我们这个财政政策扩张的 一个收入增加效应的一个抵消 也就是说 进一步减少了财政政策的陈述 从而导致什么 它意味着 开放经济中的S曲线 更加平坦 因为更加平坦的S曲线 它才会导致什么 相同的一个Y的增加量下 相同的一个平移量下 它Y的增加量要更小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财政这个政府政策 这一章里面所讲的 邪律跟我们政策效果的一个关系 这是财政政策 我们再看货币政策呢 如果说货币供给 是LM曲线又宜 它必然会导致收入增加 和利率的下降 那么这些影响呢 仍然和封闭经济情况相似 但是呢 我们更低的利率导致了 更高的资本净流出 资本净流出的增加 会提高了外汇市场呢 本国货币的供给吧 从而使什么 从而在本国货币需求的 不变情况下 降低了本国的价值 降低了本国货币的价值 而本国货币的价值 降低呢 价值的降低就会导致什么 汇率的下降 而汇率的下降 就意味着 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 更加便宜 我们进出口 我们商品更加有竞争力 进出口是增加的 这意味着什么 CF的增加 必然带来NX的增加 和E的下降 要注意的是 在大型开放经济中呢 我们货币政策呢 传导机是有两个渠道 第一个是货币扩张 降低利率 刺激投资 第二个呢 货币扩张导致外汇市场 增了通货的贬值吧 因为我们 虽有着CF的增加 它必然带来通货的贬值 而通货的贬值 就刺激了进出口 导致收入进一步增加 从而导致什么 导致我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货币政策 带来的收入增加 要高于我们传统的 这样一个封闭经济条件下 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这是因为 从图形看 S线比封闭经济条件下 更为平坦 那么这就会导致 LM曲线的任何 给定的移动 都会有更大的影响 它仍然来自于 S线的一个平坦情况 这个呢 就是我们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们经济政策的一个影响 想要理解这一部分的东西呢 主要就是要把握住 我们在大型开放经济中 新考察的外汇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始终 新考察的外汇市场 始终会有什么 始终会有CFR 等于NXE CFR和NXE 它本质上又是什么 又是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经济均衡的一个条件吧 它是我们整个经济均衡的一个条件 它衡量了 我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的一个经济的漏出 其实它可以表达为什么 CF加上M 等于NX 表达大型开放经济中 我经济中支出的漏出 等于什么 注入 它仍然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通过 这个注入和漏出背后 所在外汇市场上体现的 本币的供给和需求 来量化这两块 它的大相对大相 从而发现 当外汇市场时间均衡的时候 我这样一个注入跟漏出就相等 然后再将它配合上 我们前面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 就能够得到大型开放经济条件下 我的经济的一般均衡 相对于封闭经济条件下 它要多了一个 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个研究 只要把握住外汇市场 它背后 外汇市场均衡 它背后体现了含义 大家就能理解 我们在一个大型开放经济条件下 它均衡的一个表达 好 这个就是我们大型开放经济 讲到这 我们整个书的内容 基本就到这里 最后我列了一下 书中所讲到的一些 涉及到的名词 大家不是特别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我把我们在这一部分里边 蒙代尔弗莱密模型 所包含的政策的影响链条 我给大家列了出来 首先在浮动汇率之下 我们实行财政扩张政策 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总需求增加 带来产出的增加 这种产出的增加 就会带来我们货币需求的增加 货币需求增加 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 就会带来利率上升的压力 它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资本流入吧 在外汇市场上就表现为 外币追求本币 本币升值 亦增加 其实也可以 在这里也可以表达为什么 表达为外汇市场的 本币的一个需求 大于供给 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 它要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本币 形成本币的需求 其实两个是表达一个意思 大家挑一个自己 比较喜欢的一个理解方式就行 那本币的升值呢 就会导致进出口减少 也就是说Y下降 最终推动Y保持不变 这是财政政策 然后货币政策呢 M的增加带来 实际货币供给余额的增加 在货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利率有下降的压力 它带来资本流出 资本流出 那资本流出呢 就会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 本币追求外币吧 那么本币会贬值 易下降 那进出口就会增加 带来Y的增加 那么固定汇率之下呢 我们财政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 它会带来 我们一个 支出的增加 带来Y的增加 YD 那个货币需求增加 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 而有上升的压力 那它会导致Y字流入 本币呢 有升值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 套利行为 套利者的套利行为 它会迫使央行 购入Y币 放出本币 而本币的扩张 就会带来什么 M的增加 M的增加 首先抵消了 我们前面讲的 这样一个利率上升的压力 此外呢 还能保持我的一个 实际汇率不变 从而整个经济 会出现一个 Y上升 实际汇率不变的情况 而货币政策呢 M增加 导致实际货币余额供给增加 大于实际货币余额需求 利率呢 有向下的压力 从而资本会流出 从而导致 从而导致 本币贬值的压力 那么套利者 就会进行活动 这些套利者的活动 就会迫使央行 购入本币 放出外汇 从而导致 市场中的一个 货币供应量下降 从而导致什么 最终抵消掉 我们货币供应量的上升 从而政策无效 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列的 我们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 在浮动汇率之后 固定汇率之下 它有一个 作用的链条 大家呢 就只要 对着这个链条 自己去在心里面 去模拟这样一个整个机制 直到什么 直到你不去看这个图 你也能 轻而易举 就能 想象出 它的一个关键链条 是怎么去实现的 那这一部的内容呢 你就能算完全掌握 好 那希望大家呢 能课后 多多看这方面的东西 争取呢 把这部内容去掌握 因为有一些学校 它对于 蒙戴尔弗莱明模型的考察 是非常热衷的 所以说这边呢 作为一些基本内容 必须要掌握 好 这个呢 就是本章的内容 希望同学呢 课后 进行相关的整理和梳理 好 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